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朝思暮想 念念难忘 长怀朝宗 齐柳桑桑 须已别称都梁 源于境内生长都梁香草 随阳帝见都梁行宫而得名 秦汉以来 这里曾建过都 设过郡和郡 还治过州 秦代至县 公元前 徐衍王曾移都四周腹地须移 楚怀王雄心建都于须移 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飞 在铿腔的边中生中平定七国之乱 远末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在这里 其三代祖先灵寝 迎建在此地 虚仪 这座古城成为千古龙飞池 一代帝王乡 清浮源自铜摆的淮河之水 深感虚仪母亲河的深厚与神奇 在虚仪的淮河之冰沉睡着一座三百多年的四周城 这座中国的庞贝城成为世界著名文化遗产 大云山江都亡灵是建国以来江苏最大的考古发现 滇中 玉冠 金铝玉衣等文物极为罕见 天下四独之一的淮渡在这里与洪泽湖交汇 标志着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淮河与大别山渝脉在这里相连 历史上兴旺发达的曹运中心在这里 据为淮寺东来第一周 千年古役 虚仪成为著名的水陆都会 虚仪永远滋润着他的山 历朝风韵 演绎多少浪漫多情 张目为虚 直视为夷 往来的多少才人俊杰 北宋大书法家米福三游第一山 漫提石井至烟环 苏仪激情赞美虚仪 重重四画 曲曲如瓶 无成恩圣赞 此间仙境若蓬来 虚仪永远书写着他的水 数不清的河湖港叉 如玉如带 鱼肥虾壮 奔腾不息的淮河水啊 伴着远古的韵绿 映带着洪泽洪上的翻影 天泉湖 龙泉湖 双目寒情 遥遥相望 登高望远 看虚仪啊 满目锦绣河山 遍地道浪粮仓 西洋下的鱼羽 尽情把怀上明珠吟唱 虚仪永远装扮着他的绿 绿是那片山 那片田野梦一样的衣裳 风从淮河来 起舞目影满城飘香 这绿是虚仪 人与自然 蓬勃向上的乳浆 这绿是孕育天蓝水清的营养 站在黄花塘那棵老槐树下 深情凌望 曾是新自军军部 和华中局驻地的虚仪黄花塘 记载着刘少奇 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 和虚仪人民的情深异常 记载着一代又一代 追寻幸福生活的方向 长淮朝宗风流鸡蛋 须以春莹的行囊与故事 穿越这怀左之都千年的流经岁月 听得都梁香草花开的天类之音 感应这座幸福之城 前世今生的风流韵界 七十六万虚仪仪儿女的火力 尽情迸发在两千四百九十七平方公里的魅力之地上 对外开放 对内开明 与时代同频 与幸福同行 这里 便宜的高速路网初步构建 国省干道形成股价 现乡村道成为之脉 淮河黄金水道通江达海 优越的区位优势 是承接长三角地区辐射的前沿阵地 虚仪商家投资的最优惠政策 是客商兴业的首选高地 这里101%的帮办服务 是经济发展的最佳福地 而今 虚仪特色城市化和新型工业化双轮驱动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翼齐飞 月光经济日益繁荣 创意产业扬帆启航 虚仪凹土矿藏世界独特 总量占世界的50% 占全国的74% 依托国内最大的凹土研发和生产基地 这种黄金资源正不断产生黄金效益 这里品牌资源不特厚重 中国虚仪国际龙虾节 即身世界年度节庆品牌前三强 小小龙虾身价65亿元 引得世界惊叹 这里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四家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山在城中 城在水中 行在路上 长阳景中 来到这里的人会读出水的神韵 听懂树的语言 安民之居 群起之煞 商业配套 临次制笔 公园广场 别具特色 文化场馆 别有韵味 地标建筑 拔地而起 未来的虚仪 纳湖跨河 祈福感 韵律感 灵动感 将更具幸福之城的独特魅力 虚仪 这是一座山水之城 火力之城 和谐之城 虚仪 为目出奇 芳心为哀 路漫漫 祈修远兮 虚仪 正在信心满满地 构造一座 永续发展的幸福之城 让实践 追求卓越 让城市品牌光阳 虚仪人民 正既往开来 为荣耀历史 为荣耀今天 去创造一个荣耀的未来